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5月22日 星期六 這節繼續跟大家說一些有趣的話題 這次 鏡頭轉一轉 去到歐洲的比利時 原來比利時 就是有很勇猛的退伍軍人 所以當兵的戰鬥力真的強勁 個人勇敢一點 話說比利時有退伍軍人 就是不滿當地的專家 在亂大放缺詞 在搞一大堆防疫措施 在干擾每一個人 生活上的自由 竟然 就是 持有大量武器 去恐嚇這個專家 說之前 剛才有些更正的資料 剛才跟大家說 三個參軍的渠道 包括英國 5加1 6年之後成為英國公民才參加 這件事我查了是不對的 正確來說 BNO 就已經是英籍來的 如果根據英國的 官方網站 如果你是BNO的持有人 你已經有資格參加英軍 換句話說 就是Low excuse 其實 大家已經可以隨時隨地 當然 以上三種渠道 只不過是一些可能性 其實當然還有第四種 第五種可能性 但是這幾個 絕對是一個好方法 所以某程度上 英國也沒有想錯事情 英國不是不幫香港人 但是到底你想怎樣幫忙呢 因為現在英國就跟你說 你持有BNO的人 你就是英國人 你是英國人來的 所以你想英國怎樣幫你 其實應該問回自己 因為我們大家 都等於其實就是英國人 尤其是 很多擔心找不到工作的人 如果 你有意 要去光復 其實 也應該考慮一下 索性直接參軍 這件事絕對是關香港政府的事 我們全部 持有BNO的人就是英國人 我們英國人參加英軍 絕對是關中國大陸 跟香港政府 就是傻事 真的不好意思 忍了他們實在太久了 基本上離了大譜 整人在說口出狂言 又說人家干涉你的東西 對英國來說 BNO持有的人就是英國人 關你什麼事 我們是一群英國人 這個大家研究一下 以我所知 應該有年齡限制 其實全世界軍隊都有 大家應該 年輕人就不可能會超過 因為他的上限就去到40 繼續跟大家說回比利時這個事件 之前請大家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記得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節目 記得建設性留言 統擊五毛 記得幫我們按廣告 用Google戶口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最好就訂閱我們的Patreon 事源比利時 有一個退伍的軍人 46歲 其實也挺有趣 參加軍隊 很快就已經會退役了 其實40幾歲還是非常之年輕 可能很有經驗 所以可能非常之有戰鬥力 這個退伍軍人就叫做 康寧斯 早前就向一名 比利時的防疫專家 威脅 他在17日就在網上跟 所謂防疫專家吵架 之後 他就留言 說要做一件永遠改變社會的事 他這樣留言之後 他的家人就發現他不在家 他跟著的行蹤 完全不明 而這個軍人他本身就是 手持著大量的武器 包括火箭 火箭彈發射器 大量的彈藥 也有機關槍 現在比利時的警方就很緊張 要追查到底 康寧斯去了哪裡 以及下一步的行動 整件事的確就令人想起Terminator的劇情 就好像阿洛舒華辛的家家裏面擺著大量的火力一樣 所以其實John Connor也應該做相同的事 John Connor的名字不是白改的 從叫得John Connor 那天開始 其實也不是那天開始 用得這個名號就已經知道了 相信大家的立場 根據CNN在20日報導 根據比利時 警方的描述 康寧斯是一個46歲的退伍軍人 身高是180公分 身形相當健碩 經過初步調查 康寧斯可能對於 比利時的國家裏面的 特定機構 和人員 構成了嚴重的威脅 這個 報道就說警方就說他發現康寧斯就是 訓練有數 通常其實軍人也是的 就算退役也好 他隨時都是預備 就是所謂combat ready 康寧斯就是訓練有數 也就是擁有強大的火力 考慮到他的性格和特徵 警方就說一定要認真看待這件事 警察就說在早前康寧斯 離家 離開的時候他已經展開了手部 後來就發現在荷蘭 以及比利時的兩國的交界 一個國家公園那裏就發現了康寧斯的越野車 車裏面就是有四台反坦克火箭 彈發射器 亦都有大量的 彈藥 根據警方判斷 最少還有一支機關槍在他手上 還沒有找到 事件的源頭就是 比利時有個頂尖的病毒學專家 蘭斯特 蘭斯特在19日就說自己 遭受康寧斯 在社交平台 武力威嚇他 自從2020年7月開始 比利時的 醫務人員 那些醫務專家就是受到國家保護 原因就是說原來在比利時 這群人就受到一些極端的右翼份子 就是不滿他們的疫情 限制措施 所以就是可能威脅要對付他們 他們說他們 差不多每天都受到威脅 已經習慣了 但是康寧斯 就是有火箭炮發射器 所以就令人很擔心 雖然 未必覺得 康寧斯做的事是對的 但是康寧斯的這件故事 最低限度 就是告訴大家一個訊息 就是 不敢當他開玩笑 整件事都是令我想起Terminator劇情 好像Sarah Connor 無端端拿著樓袋發射器出來 就是攻擊Terminator 在最新那一集成功救回女主角 目前比利時的國家危機中心就是提升了康寧斯的恐怖威脅級別 就是4級 一人都那麼厲害 真的是Terminator 全國級別就是維持著兩級 政府建議民眾如果有相關資料就是盡快報告 政府建議民眾如何 政府建議民眾向他們單獨接觸 這些就是 戰鬥力 一人 一人 一個人 已經足夠 使得比利時整個國家 要提升到 恐怖威脅級別到4級 這簡直是Rambo 比利時的司法部部長就說 接受媒體採訪時就說 安全部對康寧斯有充分的了解 說他就是性情暴淚 把他列入了恐怖份子名單 真厲害 一個人竟然能夠威脅到國家的安全 先不論他 是對還是錯 最低限度就告訴大家 原來一個人 可以做到那麼多事情 根據比利時機構發佈的年度報告 比利時開始有極端的右翼主義抬頭 報告也說 很多極右的右翼團體開始積極尋求軍事的力量 為了後面的行動做好準備 這個真的令我想起以色列建國的時候 以色列建國的時候 其實你也可以說是一大堆 右翼的民族份子 而這班人其實很清楚自己在做甚麼 這個世界 到最後 當 世界不講道理的時候 到最後就講拳頭 以色列 就是建國之後 那個就變成了國防軍 如果 建國失敗 其實那個就會變成一個以色列恐怖組織 其實這個就是那個 世界的分別 所以當過了某一個門檻之後 就是政府了 這個就是世界上絕大多數的人都不敢說給大家聽 的真相 這節就跟大家說到這裏 其實我沒有任何建議 不過我覺得這個新聞很有趣 所以跟大家分享 原來一個人可以做Rambo 我們今節就講到這裏 拜拜 拜拜